你知道世界上最貴的威士忌要多少錢嗎? 答案是 5700 多萬 換算下來 1cc 就要價快 8 萬 威士忌到底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就算你平常不喝酒,也一定都聽過威士忌的大名 威士忌一直給人優雅、成熟的印象 而且在他長達900年的歷史當中 不只是無數的名人為他瘋狂 人們還曾經因為他發起暴動和戰爭 到了近年,威士忌也成為了拍賣會的新寵 一瓶威士忌的成交價格竟然賣到好幾千萬台幣 一瓶酒可以在台北市買幾棟房子 威士忌到底為什麼可以那麼貴? 它的魅力到底是什麼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威士忌吧! 雖然人類很早就有釀酒的歷史 可是因為技術限制 早期的酒精飲料濃度都不高 而威士忌這種高酒精濃度的飲料 最早可以回溯到十二世紀的愛爾蘭 不過,發明威士忌的人 並不是什麼釀酒師、廚師之類的 而是修道院裡面的僧侶 當時的僧侶從製作香水的過程中發現 用來製作香水的蒸柳技術 好像也可以用來釀酒 而且酒精濃度還超高超嗨的啦! 這種技術後來開始廣為流傳 到了14世紀 蘇格蘭的修道院僧侶 就已經開始大量製造所謂的生命之水 而這就是現在威士忌的前身 不過,威士忌真正開來流行 要等到1500年左右 那個時候的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四世 非常熱愛威士忌 還會特別跟修道院下單送到宮廷去喝 威士忌因此在上流社會被推廣開來 民間也遍地開花 出現了很多小型的威士忌釀酒人家 很快的威士忌就變成了蘇格蘭的名產 一直到今天都還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威士忌產區 不過,好景不長 到了17世紀中期 英格蘭開始爆發連串的戰爭 政府為了補足戰爭開支 就把腦筋動到了蘇格蘭人頭上 對威士忌和相關的原料 課了非常重的稅 很多蘇格蘭的釀酒人不想要繳稅 就開始跑到山上躲起來偷偷的釀酒 沒有想到,卻因此開啟了威士忌的新世代 當時蘇格蘭的釀酒人會躲在蘇格蘭的高山地區 利用當地的寒冷氣候、純淨的水質 還有獨特風味的泥梅來撕釀酒 原本只是為了逃稅 但沒有想到卻發明了高地區威士忌獨特的 釀製工法和風味 意外地讓威士忌的品質更上一層樓 反而更加大受歡迎 而且,當時撕釀威士忌的利潤很高 很多釀酒人變成了亡命之徒 還會團結、武裝起來跟收稅的執法人員對幹 而遠在另外一端的美國賓州 也同樣因為稅務的原因 造成了民眾跟政府的暴力衝突 引發了所謂的威士忌戰爭 就威士忌跟客稅相愛相殺的故事 維持了非常長的時間 一直到1824,因為逃稅的問題實在嚴重到沒救 英國政府終於妥協 決定放款客稅,鼓勵威士忌產業合法化 這就迎來了威士忌產業第一波的大爆發 開始出現了更多專業化的大型糾倡 像是今天還存在的麥卡倫 就是最早合法化的酒場之一 到了1860年,威士忌產業已經開始成熟 正好遇到法國爆發嚴重的蟲災 導致紅酒跟白蘭地產能大減 威士忌因此趁機補上了這個缺口 變成了上流社會的辛寵,被推廣到全世界 時間快轉到現在 威士忌已經成為了全世界最多人認識的酒類之一 除了最有名的蘇格蘭威士忌之外 美國、加拿大、日本、台灣等等地方 也都有自己出產的威士忌 現在的威士忌已經不是單純的酒款 還是一種品味的象徵 包含了丘吉爾、馬克圖溫、村上春樹 還有貝克漢等等的各界名人 都是著名的威士忌愛好者 而且在最近幾年的威士忌 還成為了拍賣寵兒,成交價格屢創新高 比如說在2018年 有威士忌聖杯之稱的60年麥卡倫 Michael Dillon首惠酒標版本 用120萬英鎊成交 是低瓶價格超過100萬英鎊的威士忌 換算下來,差不多是4700多萬台幣 你以為這樣已經很誇張了嗎? 才剛過一年,這個紀錄馬上又被刷新 2019年,同樣是60年麥卡倫傳統酒標版本 用145萬英鎊 也就是5700萬台幣的價格成交 成為時尚最貴威士忌 而且這還不是特例喔 在目前的拍賣會紀錄上 前10名的威士忌價格 隨便就破千萬台幣 光是喝一口就要幾十萬幾百萬 貧窮真的限制了我的想像 所以國際兩大拍賣巨頭 蘇富比還有加士德 還專門設立了威士忌專家部門 積極的部署威士忌拍賣版圖 欸,那看到社裡有些人可能好奇 威士忌的魅力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可以賣那麼貴呢? 要理解威士忌的魅力 我們要先來認識一下 威士忌到底是什麼? 廣言來說 威士忌是用麥芽、玉米等等的穀原料 經過蒸餾之後做出來的酒精飲料 以比較常見的蘇格蘭威士忌來說 基本上可以分成四大類 一是所謂的單一麥芽威士忌 麥芽的部分就是指這個威士忌的原料是麥芽 可是前面的單一 不是說只用一種麥芽的意思 而是指這個威士忌的酒意 全部來自於單一一家酒廠的意思 為什麼要這樣標注呢? 因為同樣是威士忌,每家酒廠釀造出來的風味都不一樣 所以用單一一家酒廠的威士忌 會被認為是最能夠呈現酒廠風格的威士忌 認識了單一麥芽威士忌 第二種調和麥芽威士忌就很好理解了 它一樣是麥芽原料製作 但是會用兩家以上的酒廠的威士忌調制而成 這個時候講究的就是不同威士忌之間風味的平衡 接下來就是換一個原料的單一穀物威士忌 簡化的說,就是指來自單一一家酒廠 但是原料使用麥芽跟其他穀物製成的威士忌 然後同樣的道理 有單一穀物威士忌,當然就有調和穀物威士忌 指的是用穀物原料 但是用不同的酒廠調和出來的威士忌 以上這四種就可以說是威士忌最最基本的分類方式 而不管是哪一種威士忌 它的釀造過程可以簡單分成幾個階段 首先是用原料發芽後烘乾 然後磨成粉末加熱水進行發酵 再用蒸餘處理,得到透明無色的酒液 這些酒液會在被裝入橡木桶裡熟成 讓威士忌吸取橡木桶的風味和顏色 最後就會變成我們看到的金黃、琥珀色 那雖然這中間的每個步驟都很重要 但威士忌80%的風味 是來自於熟成中所使用的橡木桶 所以最後這部熟成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步驟 所以好的威士忌對於橡木桶的要求非常講究 威士忌使用的橡木桶種類非常多 目前最受大眾歡迎的是波本桶跟雪莉桶兩種 波本桶一般指的是用熟成過波本威士忌的橡木桶 再來用來裝點新的威士忌 而雪莉桶也同樣的道理 指的是用熟成過雪莉酒的橡木桶 再用來幫威士忌進行修成 但因為橡木桶的原料不同 之前裝過的酒不同 還會為威士忌帶來不同的顏色和風味 不過就這兩種橡木桶來說 手工訂製雪莉桶的造價是波本桶近10倍 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因為理想的手工訂製雪莉桶 要使用西班牙特定地區樹齡100歲的精選橡木 而這些原木經過拆切之後 又會使用自然的方式 在室外風乾長達4年 然後才能夠製作成橡木桶 製作完成的橡木桶 要再裝入以葡萄為原料的雪莉酒進行潤桶 讓這個橡木桶跟雪莉酒進行化學反應 這個時間會長達18個月 之後才能夠填入新釀威士忌進行修成 而在時間的淬煉之下 雪莉桶會讓原來透明的酒意變成漂亮琥珀色 威士忌本身也會帶有更多層次的果香、香料、巧克力等等風味 那也因為手工訂製雪莉桶的工序非常複雜 時間又很長 所以雪莉桶威士忌非常珍貴 因此目前在拍賣會上面霸榜的威士忌 幾乎都是雪莉桶威士忌 而贊助我們這一集的麥卡倫 就有雪莉王者的封號 為什麼敢這樣說呢? 舉個例子 目前拍賣價格最高的前10名裡面 麥卡倫就佔了9名! 麥卡倫莊園的歷史 最早可以回溯到1543年蘇格蘭的斯佩賽地帶 這個地區有著純淨的水汁 氣候也非常適合釀酒 多年來都是蘇格蘭威士忌重症之一 而麥卡倫除了傳承數百年的幼洋傳統 最近也斥資1.41英鎊落成全新酒廠 強調環境永續跟持續創新 讓他們成功達成驚天雪莉王者的地位 麥卡倫之所以能在拍賣會上面霸榜 關鍵在於他們對於雪莉桶的堅持 我們前面提到 因為全新訂製雪莉桶的資金跟時間成本都非常高 所以大部分威士忌酒廠 都會使用二手筒、魂筒的方式收成 或是在威士忌裡面加入酒用焦糖調色 來維持每個批次的酒色一致 但是麥卡倫卻投注巨額的成本 建立出自己專屬的雪莉桶生產鏈 每年都會斥資超過15億台幣 訂製25000顆專屬於麥卡倫的全新雪莉橡木桶 佔了蘇格蘭威士忌產業全新雪莉橡木桶近95%的年產量 而且麥卡倫對於橡木桶的管理團隊非常嚴格 從選材、塑形成桶、烈額燕火烤 每個過程都嚴格的管控照料 今年他們又宣布和艾斯特維斯集團合作 用他們旗下頂級的Wilder Spino雪莉酒 來為麥卡倫威士忌認同 專門打造最高品質的雪莉橡木桶 麥卡倫對於雪莉桶的堅持 讓他們能達成最高和最穩定的品質 不只是風味豐富 威士忌本身也不用加任何一滴酒用焦糖 就帶有漂亮穩定的琥珀色 比如說他們旗下的新典雪莉桶系列 使用Oloroso頂級西班牙赫雷茲精神的雪莉橡木桶成年醞釀 香氣濃厚富裕、口感優勝圓潤 另外還有同樣知名的雙雪莉桶系列 在熟成過程中 結合歐洲紅橡木雪莉桶 還有美國白橡木雪莉桶 打造出兼具兩地風味的威士忌酒款 再來值得一提的還有Rare Kask 系列 因為每個橡木桶都有自己的獨特個性 因此麥卡倫的釀酒大師 會從二十幾萬指教藏中 嚴選五十顆頂級雪莉桶細心的喝污酒城 因此Rare Kask 系列的威士忌擁有最獨特的個性 每一滴都展現出釀酒大師的工藝精神 堪稱是藝術品 當然啦,麥卡倫數百年來的傳奇故事 還有經典酒款還有很多很多 今天因為篇幅的關係,沒有辦法都提到 很歡迎有興趣的觀眾 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追蹤麥卡倫的官方LINE帳號 讓你可以第一手獲得麥卡倫的品牌活動和消息 走入威士忌的世界 雖然我們團隊的一些成員 平常也喜歡小組一下 本來以為對威士忌也不算陌生 但這次我們認真開始做功課下去 才發現自己不懂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 我們覺得最迷人的是 威士忌本身其實可以說是人類理性跟感性的結晶 因為現代的釀酒技術 是一個極度講求科學的工業 每個環節、每個細節都要被控制得非常精密 完全就是現代科技力量的展現 但只有科技是不夠的 因為味覺畢竟是主觀感受 要釀造出獨特的威士忌 當中還很考驗釀酒式的想像力和專業 跟創作一個藝術品沒有兩樣 再加上威士忌好幾百年的發展歷史裡面 並不只是飲料而已 它跟宗教、戰爭、階級等等 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每一瓶威士忌背後的故事 都是一個時代的切片 這可能也是威士忌讓那麼多人著迷的原因的 好的,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說到這裡 最後也想問大家 你平常會喝威士忌嗎? A 會超喜歡威士忌的味道 B 偶爾會小酌,但不太常喝威士忌 C 我不喝酒,滴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威士忌的故事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看 《啤酒以及冰水的冷知識》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